我們現在開始進入比較重要考試考得比較多的部分 就是所謂的加速度運動 這邊螢幕會比較多也比較多變化 先教所謂的平均加速度 因為我們也只會算平均加速度 這個我們曾經看過了 我們說打點計時器可以讓我判斷它的運動狀況 這個東西只帶是向左邊拉 他想請問你這張圖顯示他的運動情況是如何 比如說是越來越快還是越來越慢還是怎樣 他的運動情況如何 8號 8號 越來越快 這張圖顯示一下好慢啊 就說是慢啊 這樣就不會啦 向左邊拉 左邊是第一個點 右邊最後一個點 你看到越後面的間隔越大 所以給他越來越怎樣 快 所以同理那下面這樣是怎樣 慢 越來越慢 好 有一個是越來越快 有一個是越來越慢 都代表他們的速度的快慢有改變 這個我們就稱之為有加速度 速度有改變的我們就稱之為有加速度 我們只有這個名詞叫做加速度 我們沒有減速度 所以變快叫做有加速度 變慢也叫做有加速度 我們就叫做加速度 代表的就是速度的改變 速度有改變就稱之為有加速度 剛才舉的例子 一個是變快一個是變慢 都是大小的改變 請問你速度要改變 除了改變大小之外 還可以改變什麼嗎 我們 找一個帥哥男友哪 35 等一下 35號 答能力 方向 你說什麼 方向 方向請坐下 方向改變 我們前面有交過 如果 速度是一個向量 有大小 有方向 速度要相同 必須大小相同 方向相同 所以 大小不一樣 或者是方向不一樣 就代表 速度不一樣 它說速度有改變 所以可以改變方向 我們的 國中階段 幾乎沒有這種方向改變的問題 因為我們都教直線運動 而且通常都不會回頭 所以沒有方向改變 只有在後面有交的圓周運動的時候 才有提到這個有方向改變這件事情 但是大部分的時候我們都 不用真的只去算那個大小的改變 沒有去算那個方向的改變 好 所以速度有改變 就叫做有加速度 速度的改變 可以是大小的改變 也可以是方向的改變 當然也可以兩個都改變 那我們剛才跟你說了 我國中階段在算的時候 大部分都只算大小的改變 大小的改變 那因為速度是向量 有大小有方向 所以加速度 也是向量 也是有大小有方向 我們學了三個玩樂 叫做向量 一個叫位移 一個叫速度 一個叫加速度 都是有大小有方向 講它們的時候 就要講出大小 講出方向 有方向